善师傅说对方说的话他一点也不爱听 于是他又找了另一个大夫 就查看颜色多少 也不要我解净屋 解净屋了 复杂的也没净屋 我来给我拿个纸去欠证 我也不认证 大家我也看不着 我就欠评 我也不认证 咱医院来治病 咱说他能调是咱的 咱花钱咱也不是什么 严谨说你得做手术 做手术给这咽咽吓死 反正你这个指定是名了 治不好了 我就找这个医院 我问他 你说我这个来看病 我不能说这几个月就下 我花钱 花钱不能顾你 给我眼睛睁下了 反正他说你这是病变 善师傅说 当时医院让他再做一次手术 还得再花一万多 他说那这儿 他已经没有钱再做手术了 善师傅说 他想不明白 为啥他得接二连三地做手术呢 为啥第一次手术的时候 没有跟他说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善师傅又找到了院方 沟通之后 在今年的十一月份 院方派另一位医生 为善师傅做了第三次的手术 这次院方没有收费 而是免费给做 他做完事你就好了 好了他不疼了 他也累是他也累 现在善师傅左眼疼痛的症状 是止住了 可却啥也看不见了 善师傅难以接受啊 谁是花钱不完好处 他要做不了 你就告诉我 你就做不了 你这彻底就坏就完了 他告诉我 你五六年以后啊 你这眼睛就完了 就废了 那就做呗 现在一点点都没有了 当初我还能看到点 我说你这医院是吧 你起码我相信你了 那就这 你说五六年 他就不自五六年就坏 为什么我他花钱来 自来的五六个月 他这